霍启刚香港应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助力体育发展 新华社香港12月27日店中国香港体育协会 届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会长霍启刚 27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香港应积极配合国家政策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获得健康的体育市场 作为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体育演绎文化及出版界当选议员 霍启刚表示应该从更高的层面谋划香港体育的发展 他说从整体上来看 现在的香港体育政策要求的是三化 即精英化普及化盛世化 是时候研究一下 未来如何将特区政府资源投入到体育当中去 自己作为立法会议员 必须往高一点看 香港的很多政策都是配合国家大政策而定的 比如在粤港澳大湾区方面的国家政策 从体育而言 应该看到国家已经不单单强调多少块奖牌 还在有规划有目标的强调全面健身 所以香港的体育政策也不能仅仅是办多少体育比赛 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中国香港队获得了一金两银三铜共六块奖牌 创下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 霍启刚评价说 这样的表现是众望所归 他说五年前我们也努力争取好成绩 但是很可惜 这次除了传统的自行车项目 我们在游泳 基建等项目上都取得了突破 真的是众望所归 所以还是很值得开心的 现在更需要想想下一届奥运会了 因为市民们肯定会有很高的期待 要在奥运赛场维持高水平不容易 而且我们就三年时间准备了 这是我们体育圈要考虑的